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緣 要花時間去教我的地方 還有一張床墊 一張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房間 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鍵盤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接觸到 就已經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六創意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 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今集的主持Patrick 當然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袁熱生 袁熱生 你好 Patrick 你好 大家好 袁熱生 我們今天 其實有很多資訊 時間都排得很緊湊 因為今天太多話說了 首先我們要解答到 一封聽眾的來信 朱小姐 這封來信就說 我的乳房有個腫瘤 最近有個出血的現象 傷口似乎愈來愈大 很難遇合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 我的傷口儘快遇合呢 袁熱生 你說 我剛收到幾天前 一聽就知道這是緊急的 不是簡單 這位聽眾 其實都要開始跟進一下 因為一般的情況之下 乳房不會不停出流 即是一種潰爛 所以我擔心 恐怕有可能是乳癌 當然其他的可能性 譬如有時候我們稱為 ABSESS 即是痠 那些叫瘡 毒瘡 毒瘡的情況之下 都會有這種情況 也有些人會在暴雨期間 有些人會在肺炎 有些人會在肺炎 發炎都嚴重 都會有渴揚 但不斷地出血 我覺得很大機會 其實可能都是一個乳癌的問題 乳癌就不是一個不可以輕視 最近有一个电视节目 访问香港女性面对乳癌的经历 听闻香港有九个女性都有一个 因为我相信西方文明地方的人 乳癌的机会其实都相当高 是越来越高的 数可能是一百年前来到比较 现在是一路上升的 最近的资料大概是听闻 好像有九个女性在她一生里面 有一个会出乳癌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今天暂时不和大家深入讨论 但这位听众都讲及 有些什么可以处理呢 假设这个问题可能是毒瘡 不断排农出血 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工具 这个工具其实出现了很久的历史 是一种黏土 这种黏土是发掘在Wyoming 有一个叫Big Horn Mountain 大号角的山里面出现的 在一个地底里面 有一条纹 有一条地裂是渗透出来的 这个地区大概有十八尺的阔 很浓的 好像芝士那样的物质 不断渗透出来的 这个很明显是埋藏在地底的 很多盐的一种礦物的黏土 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矿物炎 很多微元素 经过太阳的晒干 又成为一个很有治疗效果 非常之好的工具 这个地域大概在1903年代被发现之后 一直都有不同的报道 发现用了这个泥 就算是内服或者外服 都有惊人的效果 当然在植物方面 可以种植 当肥田料 增加微元素 在动物 在人类方面 也有很好的功效 他们又叫做Pascholite Pascholite 因为有一位女性 第一位是发现这件事 所以以它为名 其实主要是一种 埋藏在地底的 很久的历史的一种黏土 在我们公司里 我都用了很多年 可能都有20年多久 有些病人 用了之后 也有很多好的经验 和我们分享 其实最重要是有本书 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即是比黄金更加有 价值更加高 叫做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这位作者叫做 Ray Pendergraf R-A-Y Pendergraf 这本书我们网上都可以买到 我和我同时查过 还有大概有18个copy 你看这本书 前面都看到 我和大家 都和大家谈过很多次 当每一样有些有效的工具出现了 而政府企图去打压 即是很肯定 这件事是有疗效的 在我读自然疗化医学院的时候 我有一位教授 他也是为西医 但他一放弃了西医 就成为自然医疗 他跟我们说 他说 当会大家在坊间 在传媒 听到有些人 攻击某种自然的工具 或者政府企图去打压他 即是表示这个工具 对药厂有威胁力 即效果非常之好 所以才有这种情况出现 你看这本书 原来在1974年 亦有一场官司 也是这样打这场官司 在Wyoming Court House出现过 当时政府的指控官 就会质疑质问他们 他说 你陈列吧 你们这个泥 可以医治很多类工具 包括尘 面疯 面瑕疵 皮肤癌 皱纹 鱼尾纹 眼角的鱼尾纹 暗疯 濕疹 痕 痕 Coin 即是鸡眼 Planter Wash Planter Wash 就是脚底的油 我跟大家分享过 香蕉皮是最有效的 我相信政府都很难禁香蕉皮 这个不妨告诉大家 要祝我们坐牢 我们都看上天怎么安排 香蕉皮肯定对Wox是很有效的 香港有些很恶毒的法例 如果你对任何东西 你声称有治疗效果 那样东西就要成为一种注册药物 香蕉皮肯定是可以医很多不同的油 政府是否立刻要将它成为一个注册药物呢 看看香港人的命运 是一种注册药物 是指甲蕉皮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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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肌肉 香港脚这一类的,牛皮鲜,乳癌 这个主意控官就问他 那你是否说这些以上所说的 你都可以用这种黏土医治呢? 那个Ray Pentagraph 就说 他当时已经相当老了 他是1905年出生的 现在还在这儿呢?可能已经过得新了 他说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尽量回答他 第一,这些东西是说错了 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说可以跟着这个问题 你所陈列的东西 通常在哪个地方是我们用家的报道出来的 以及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 总之,我希望 我能够讲到这麽多 将来这件事怎样发展呢? 视乎我们每个人 或者上天的安排 那些人能不能够用得到这件事了? 政府的指控官就说 I have no further question 没有人再回答 结果官司怎样? 我相信都不理了之 始终自然界有很多有功效的治疗工具 如果大家真的有宗教信仰 相信神的存在 其实上天的神 很可能已经给我们所需要的工具 都给我们了 整天所强调 天堂天堂 其实人间天堂是视乎我们做些什麽的 很可惜我有很多很阴毒的法例 我说阴毒的意思是 表面他以为这个法律存在是帮助你的 其实他背后是很阴毒的 是打压的 所谓的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你说真相也不准的 还有很多治疗工具 有你母女有治疗效果 叫做成为药物 要注册了 你知道没有人会注册香蕉皮的 对不对? 没有注册就犯法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恶毒的法例 我们生存在一个所谓法治的社会 但不是法治的社会 就是公正的社会 大家一定要了解 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如果大家不做事 大家就成为他的受害者 那我最近看这些报纸 是不是有关于乳癌的情况 刚刚有这部报道 刚刚有一篇报章有一个报道 所以可以拿出来说一说 或者我读一读 这个报纸这样说 我照读的 乳癌不要畏责记忆 乳癌是本港妇女的头号癌症的大敌 早前的调查就发现 不足一成的本港妇女会出行定期的自我检查 大部分属以外发现 那有些是有两成的仇方者就 说发现到的症状 但未有及时的治疗 延误了三个月才去求诊 刚刚白白错失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机会 那该项调查就发现 有400多名的乳癌症状 就属首次到公立医院求诊的妇女 发现七成的受访者 那有意外 发现有乳癌的症状 当中有超过一半 在沐浴的时候就发现症状 只有八成的 只有八个百分之的受访者 就透过定期的自我检查 就发现乳癌的症状 那调查又发现 超过两成的受访妇女 即使发现到乳癌的症状 都仍然是延迟了三个月才首次求诊 那这班妇女当中 最终被确诊为乳癌的受访者 较最终被确诊为良性肿瘤的妇女 更为对求医有所猶疑 那在这班出现乳癌症状的妇女里面 最后被确诊有乳癌的 是有三十一个百分之的 大部分的妇女都在冒浴的时候 以外地发现到这个症状 那女性如果因为太忙 未能够定期去做详细的检查 亦都适宜在洗槽的时候 就要留意一下乳房是否有硬快 例如有铲皮纹 乳头有异常的分泌等等 可以迹象的 那如果有怀疑是可以及早去求医的 那乳癌症有什么意见 大家看看 自我检查的妇女是察觉到自己 乳房有异常的流种是最大的机会 那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 一般的情况 当然报导有说 很多人就去怀疑 可能是 结果察觉就不是 有点失落 其实也不应该的 通常来说 如果你每天自己在洗澡的时候 自己做乳房的检查 一般的情况 很多良性的流种 都是比较圆滑一些 可能是一粒波子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核 鸡蛋或者春卵 就是比较圆滑一些 可以动得好一些 其实是否容易察觉到的 那到某个程度上 通常人都像这份报导说 大部分都是自己察觉的 不是靠检验出来的 所以到这样的尺寸 你都会察觉到的 但当然不是所有的流种都是恶性的 大部分都不是恶性的 很多时候有些人会在惊奇之前 或者来的时候有乳房肿痛 我们发现很多时候 良性的流种 通常有疼痛的感觉 炎和肿胀比较大 反而很多恶性的流种 是没有什么静静的 没有什么积座 如果你看到 如果你发现流种 好像有些筋 好像有些筋 有些黏着 运动都不是那么暢顺的时候 这个就要更加要小心 如果这个筋 牵涉到乳头的移动 或者拉到一边 或者你觉得乳房的表面 不是那么平滑 好像下面有些是拔扯 扯扯 这个恶性的机会就比较大 不论如何也好 大家要自己去留意 除了自己做检查之外 有些什么真真正正 可以预防乳癌的工作 其实是有的 是很简单的 其实定期每天 和自己做乳房的按摩 你洗澡的时候 你洗干净的身体 你可以用橄榄油也好 或者椰子油 做乳房的按摩 很简单的 就是顺时中逆时中 不同的方向 来到按摩 这个是在荷尔蒙方面 是推动到 也是在淋巴的推动到 令到你有减轻乳癌的风险 很多女性都 都是可以自己做的 不要等乳癌发生 现在看到 今时今日 在文明地方生活的女性里面 九位女性都会出现乳癌 当然 过去又不断的 有不同的工具 去企图 帮助大家做检查 常用的政府 经常推动 就用X光的 Mammogram X光照乳癌 的方法 很多女性 都这么多年来 都乖乖地去做 但最后发现 乳癌 没有因此而 乳癌的死亡率 没有因此而减少 开始很多人质疑 这种方法 是否有效 是否合乎经济效益 最近发现 原来这个方法 是非常有问题的 第一 在进行X光 乳房的检查过程 乳房是要很大压力 压得很扁的 这已经创伤了 乳房的组织 第二 每次照X光 每次做一次 是将乳癌的机会 增加1% 如果每年做一次 做10年之后 乳癌的机会 增加了10分之1 所以 根本这是一个 不好的方法 过去也提及 有些是有种叫做 Infrared 即是红外线 认为这个 起码副作用 是少很多 可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副作用 而且 准确度 都是更加高的 可能是更加容易 被人察觉到的 当然 不同的工具 是时时的 不断地被发现 因为很明显 现在所用的 X光的 Mammogram 其实是很多问题的 很多女性 都不想用这种方法的 最近有没有新的工具 有新的工具 刚刚有另外一篇 也是一个报纸的报导 刚刚有看到 它说用这个探雷的技术 是8秒稳出的 乳颜 我照读了 英国的每日邮报报导 一套有一个名字 叫马尼亚的系统 是应用在军方的探測 地雷的技术 改良为检查乳颜的设备 准确度有八成 新系统最大的优点就是 只要在短点8秒钟里面 就可以找到那个结果 可以给予颜的普查 就比较容易一些 新技术对于 一对有软状的掃描设备 可以完全托着女性的预防 以及将这个数据转化为 3D即是立体的形象 就可以令到受七者 可以更舒适 准确和无年龄限制 去接受这个检查 也能够较传统的X缸更有效 找出那个乳房内部的肿瘤 研发者估计新的掃描设备 可以在五年里面 就可以广泛应用临床的检查上 可能你看到 它的做法起码是 好像探地雷的探测器 你看到的图片 只不过一个乳房 一个吸管的检查器 吸住那个乳房 受检查的人就这样趴在那儿 不止要用很大的压力 将乳房结扁 而且是没有辐射的 很明显是一个好的 改良了的工具 从图片看 就比较舒服一些 就是这样趴在床里上 脱去上衣 这样趴下做这个检查 就已经完成了 它有八成的准确率 红外线是另外一个 已经存在了很久了 但不知为什么呢 当然是不要说是广泛的应用 Infrared Mammobir 红外线的检查 其实也是更加好的 但是跟大家分享过 很多很多次 这些常规的检查 不是代表预防 这些检查 是不会令到患癌的机会 是减低任何 但偏偏它就 大部分的现在西方的医疗 就很注重 是否也要做了一个X纲 和你先照X纲 其实它的目的 其实正确来说 就叫做及早发炎 它不是预防 大家不要这样的误解 你经常去照 经常去照 不是代表 你的软癌的机会 或者患癌机会减低 反而你经常去照 譬如好像肺癌来说 肺癌我已经做过很多大型的研究 就是一个常规的 所谓叫做 试检的方法 去照X纲肺癌 是对肺癌的出现率 是完全没有任何真正的帮助的 这些这样的照的方法 其实都是企图去及早发炎 但其实是对预防 或者减低风险 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 我和大家可能都分享过 一个很大型的研究 就是在美国一间很大型的 燃缩公司 Predential 是很多年前的 我并不记得多少年 但很多年前 做过一个25年的研究 他将几万个受保的人士 每年就叫他 鼓励他去做 不同的每年的身体检查 事件 因为燃缩公司给钱的 另外一组人士有病 就去看医生 也是燃缩公司给钱的 25年之后 两组的人士 他们的患病率 和死亡率 是没有分别的 患病率叫做Morbidity 死亡率就是Mortality 这两组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大家会问 做这么多事 出这么多钱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一种解释 就很简单 第一 这种方法 当你发现的时候 其实这个癌肿 或者病 就已经形成了 譬如你心脏病 心脏的跳动 已经出现異常了 或者你的肝架素 已经出现異常了 这通常是一种病理的状态 通常是一个 尾期的症状 才会出现这样的 指标的变动 所以当你发现 其实已经很迟了 好了 发现了之后 医不医到呢 其实跟大家都说过很多次了 今时今天 为什么医疗会破产呢 不是因为那些人是老化了 因为很多长寿村地方的人 是没有病的 是没有医生的 所以那些人长不长寿 不是一定是我们医疗服务关系的 反而用得钱最多的美国 他们一般市民的健康状态 是很弱很弱 很差很差的 他照着什么照着的 照着你真真正是没有什么大帮助的 好了 预防乳癌呢 简单的东西 人人都做到 是定时在家里 自己做乳房的按摩 自己做按摩 原来用柑橄榄油也好 椰子油也好 都用这个方法 这个是真真正正有帮助的 大家都听过这个数据 如果是怀孕过女士 喂过奶的女士 他乳癌的机会也减少 其实我觉得 始终荷尔蒙的运作 以及淋巴的流畅 是导致乳房的癌流肿 很久以前 也十几年前 有一本书叫做Dress to Kill Dress to Kill 这本书是有两位 一个人类社会学家 他的调查报告 他说戴空围戴得越内 时间越长 乳癌的机会是越高的 这个是很明显的 最近几年之前 这个研究人员 再重新再检讨那些数据 发现又证实了 戴得空围越内 的时间 女性患乳癌的机会越高 也有一个研究 发现 便秘越多的时候 乳房的分泌的细胞 有异常的细胞 机会也会高一点 排毒的机制 还有戴空围 令到乳房的淋巴 的畅通出现有障 有堵塞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空围 可能有时出街 需要穿 但在其他的时间之后 尽量少用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千万不要 24小时都带着空围 这个对增加乳癌的机会是很高的 这本书叫做Dress to Kill 这本书我们健康店都还有 还有copy 在外面市面 大家去搜寻一下 这本书出了十几年 十几年之前 已经出了 Dress to Kill 或者可以上网看看 看我们健康店的网上 是否也有得买 大家去学 始终我们都很强调 知多些是聪明一点 保障自己 要靠自己去尋走 所有专业人士 最终都不是保护你的福利 都是为自己的私利 所以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真真正正要靠自己 拿多些信息 对一些恶法 要想办法 将恶法要隔除 我们慢慢在这方面 都会做一些事情 我们这节的时间是差不多 休息一下 稍后再继续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回来自然疗法与你第二节的这个节目 袁一芬 上两集我们曾经提过有关咳嗽的这个问题 亦都很多人说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医咳嗽 但是医来医去医不到的 上一两集就提过了 有十几只疗疗剂 我们用自然疗法和同理疗法的疗剂去医 那这一集我们是否再继续 说回这些有关的疗剂 我们今次的做法应该可以这么说 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试过的 即是说我们是将一个医生需要的资讯 是和大家分享的 那为什么我们用咳嗽做这个例子 就是尝试这样做 因为咳嗽是百分之百人都有的 每个都有的 是的 还有真的很多人就是长期长期咳嗽 我认识有些人听闻那些人 他咳嗽一年每年都到时都是咳嗽大论 也有些人十年之后仍是一个问题的 所以说可大可小 那既然这种咳嗽 通常好少是咳嗽到死的 除非他有其他原因 可能是肺炉 可能有其他八日咳嗽 或者是吵喘 有其他的因素 一般性的咳嗽 其实很多人都是 经常性都是受了上呼吸系统感染之后 或者是伤疯后痛之后 就拖了 什么都好回来 只要咳嗽是拖拖拖拖拖拖很久的 这种通常都是身体的呼吸道 经历了这些发炎之后 就变得很敏感的 这种咳嗽就不断地出现的 好了 我跟大家说过 整个百种同类疗剂 上次都跟大家提及了 都成十几二十种了 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还有什么疗剂呢 下一个疗剂 它叫Beradonna Beradonna 如果大家对疗法有点认识 都知道是一个很常用的发烧疗剂 是癫茄或者叫做龙葵 这个是一种有毒性的草药 很多时候有些细腾的高烧 高烧的时候 或者咳嗽的时候 它会咳嗽到面都红了 而且如果你看到它有机会 看到它的瞳孔 它是长大的 是 整大的 也叫做Beradonna 就是Beautiful Lady Donna 我可以评传那个词吗 是的 如果看到 以前有些人想装扮得更漂亮 眼睛显得亮大一点 他们会吃这种毒草 轻微吃之下 它的瞳孔会发得很大 眼睛会变得很黑 眼睛大大一样很漂亮 眼睛大大一样很漂亮 今时就很适合用这些方法 好了 Beradonna的阵型就是 突然之间突发性的高烧 突发高烧 是突发的强烈的咳嗽 咳嗽到面都红了 当然咳嗽的时候 可能咳嗽到背部都痛了 任何动动 任何的喉咙很敏感 外喉很敏感 不能碰它 又不敢深呼吸 一大声呼吸 又咳得很厉害 遇到尘埃 或者咳嗽的时候 打哭怒 有时咳嗽咳嗽 为什么咳嗽咳嗽 因为咳嗽咳嗽咳嗽咽 好像有些耳物刺激它 通常咳嗽咽嗽咽 通常咳嗽咽嗽咽 有些东西刺激 通常咳嗽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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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L-L-A,D-O-N-N-A,B-E-L-L-A,B-E-L-L-A,D-O-N-N-A, 丁茄,但始终拉丁名是比中文好, 因为基本上没什么地方用中文名买这个尿剂, 所以大家学习,顺便学习拉丁名,B-E-L-A-D-O-N-A, 另外一种叫Bromium,B-R-O-M-I-U-M,Bromium, Bromium是一种臭,臭是一种金属,Bromium这种咳, 很多时候可能呼吸受感染,或者是敏感, 尤其是在夏天的月份是比较多些, 这种咳,是咳到人差不多窒息的咳, 早上起床会差一点,很多咳的阶型也是, 或者是黄昏,或者是躺下的时候会咳得更厉害, 热的房间,热的环境会咳得更厉害, 而且它吞口水,烟吞的时候会咳得更厉害, 当然感觉好像喉咙有些是咳咳的, 好了,热的房间是差, 在户外的空气就会比较好些, 也有时候它受到一些烟或者尘埃的刺激出现干咳, 很多时候这种咳,通常开始都有喉咙炎这种症状, 通常是发炎之后,喉咙炎之后才出现这种咳, 夏天尤其是, 还有记住, 关键的资料是烟吞, 一吞口水一烟吞就会咳得很厉害, 这个就是Bromium, 这个症状, 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都很少用这个疗剂, 这个都不是一个常用, 但是遇到是需要, 是一定要非它不可的, 明白, 另外一种是钓, Calcaria Carbonicum, 英文是Calcium Carbonic, 我经常跟大家说过, 钓形的人是怎样的人, 其实百分之四十的细粉仔都是钓形的, 都是肥肥白白, 泡泡, 慢慢地, 动作慢慢地, 好curious, 又怕黑, 又喜欢, 这类的大部分细粉仔都是这样的, 那钓形的细粉仔是比较上基本的体质, 如果大家遇到小朋友, 有时候改一下它的体质, 因为小朋友可能很容易伤风, 很怕冻, 冻了又出现问题, 这种情况之后, 可以考虑用Calcaria Carbonicum, 如何称? CAL, CAREA, Calcaria, CAL, CAREA, Carbonicum, CAR, BONICA, CARBONICA, OK? 其实可以说是炭石灰, 或者是炭酸钙, 中文叫炭酸钙, CALCAREA, CARBONICUM, 通常这些咳, 黄昏的时候是肝咳, 早上的时候有痰咳, 也有缘缘缘, 也有时感觉有一块鱼顶住, 令它咳咳, 通常是遇到凉的, 或者冷的天气, 或者风吹, 吃东西, 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如果你能够遇到, 应该可以很有用, 这些咳咳, 如果听到钢琴声, 它会咳咳的, 很奇怪, 这是很特别的症状, 但这个不是主要的症状, 不可以靠这个来配这种药, 钢琴的10分之后, 很多肥肥白白, 很容易伤风咳咳, 可以考虑这种药, 下一种是Capsicum, Capsicum, 其实是辣椒来的, Capsicum, 是辣椒来的, 怎么算呢? C-A-P-S-I-C-U-M, Capsicum, C-A-P-S-I-C-U-M, 叫做Cayam Pepper, 红椒辣椒来的, 哇! adore大家想也能想到, 蓝椒说到 Estreola划到, 至于是, 蓝椒会辗迈过, 会吸吮一下去, 甚至是会咳咳咳, 不会刷成了一种神经性örper凉 Simply, 这种咳咳, 重心指出的是主要係 Coach, 就是 removes rapid era delicade, 它 clássicum, 用时伴有 cm'th championships, им om fetis, 这种正硬的咳嗽是Capsicum Capsicum是很有趣的 在我过去经验 我曾经有一个情意结的案例 Capsicum通常在精神情绪状态 这些是私家病 有时候在香港很多外容 可能有私家的情绪 不不不开心 怎算好呢? 如果真是发现的症状是C香的症状 可以用Capsicum这个疗剂 在咳嗽里记住 如果你遇到咳嗽 咳嗽的时候又跟着有热气 和气是很臭的 很浓很臭的口气 这就是Capsicum这种咳嗽的 当然是黄分叉 头一睡在枕头就立刻咳嗽起来 喝凉水会舒服些 通常咳嗽到头都会痛 所以咳嗽的时候 手握着头 不要让它痛起来 但一个很古怪的症状 痛的地方 部位是离开咳嗽很远 可能咳嗽的时候 脚痛 其他可以叫做 身体另外的远处 是有伴有痛症的 如果这种特别的咳嗽 考虑 如果发现家的家务助理 可能是丝香 而且经常有这样的咳嗽 口气很重 咳嗽的时候 用Capsicum 你问可不可以用辣椒 红椒给他喝一下 其实可能都可以 因为这个厨房的个人都可以 厨房都会有这样的 很简单 如果用Capsicum 我们就用一茶匙少许 混合苹果汁 苹果汁里喝 这个是咳嗽的 有些人是一种保健的方法 尤其是个人比较怕冷的人 可以用Capsicum 用红椒粉来处理 好了 接着就是Chamomilla Capsicum Capsicum C-A-P-S-I-C-U-M Capsicum 好了 Chamomilla C-H-A-M-O-M-I-L-L-A 羊甘菊 Chamomilla 沙粉仔的疗剂 通常沙粉仔出芽 它出芽的时候咳嗽 咳嗽的时候 它的性格是很坦白的 是 你会发现沙粉仔出芽 咳嗽的时候咳嗽到死 不知想要什么 然后要的东西给它 然后又不要 总之你都很难处理它 这种这样的正形 Chamomilla 就是羊甘菊 好了 下一个疗剂可以考虑 CINA 通常这种咳嗽是沙粉仔生虫 有些线虫的pintworm 大家知道這些线虫会影响很多症状 包括内部仍然好像会有一些 所以如果你看到小孩ман 是很敏震的 很不安 是常常ль尝辰Ö 在挖买啥 都没有挖肩盘 这些 还断动作 那么再上那种咳嗽 好像是有些塞冰 它可以刺激一个咳嗽 这种陷阱 我都会考虑用SENA,十蚊仔,山虫 山虫的症状,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咬手指 我过去处理过几钟,是有人咬手指 我试过有一个是加拿大一个骑警 他咬到手指,连一些手指都看不到 你可不可以想象到一个人咬手指 咬到十只手指是完全没有了,咬到六根 他咬得很厉害 咬到没有,人家咬是咬到一半 他咬到连底也没有了,成了十只是没有手指 是咬成这样的,他没有了指纹 结果就用SENA,这个疗状就搞定了 这个是大人,不一定是什么山虫 另外有个案子,是年轻人十多岁 亦是加拿大的案子 他也是咬的,咬得很厉害 我给了疗状之后,没多久他妈就跟我说 我儿子原来是生虫的,原来吃了疗状之后 那些皮疗状就在脖子门走出来 那就是说,疗状可以赶虫 你不用直接杀他,你会赶虫 当然了,这个年轻人就没有咬手指 但那些本身生虫的虫是怎么来的? 那虫其实个人也有的,我们的尸体父那时候 也有虫,虫是无处不在的,Paris是无处不在的 其实今时今日,大部分地球人死 寄生虫是一个很大的致命原因 很多贫穷的地方,营养不足 还要有虫,帮他分享营养不足 我们香港人可能饱食,大家可以共存 喂点给他,自己吃点,可能见不到这种症状 但如果你看到这种症状,可以用Cena 这个疗状,Cena 中文叫西娜草 西娜草,其实是一种咸 好了,继续下一个,Coneum Coneum就是Poisoned Hamlock Socrates也是用这种毒药毒死它 古时,古文明国希腊 都是老人家说到荒岛那里 就为他吃这种毒药,Coneum 叫Poisoned Hamlock 等他们早点去 好了,这个纪录也是在医学纪上 在历史上也有记载很多的 好了,这种Coneum这个阵营 主动性,是很多喉咪 喉咪或者胸口是干干刺激 产 yağ während你ait被吉玉 但 When you sit down 一定要起床 除了一靠面,群众Game 靠面的话,要靠上趋 才会堤,才能舒服 夜晚上最差 記得 Até entered the back of a chair 还记得,醉得一反 Arena 其實每天都会太多 如果大家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解释每个疗剂的关键症状 其实躺下咳嗽很多都会有的 深呼吸,还有咳嗽也会有咳嗽 或者吃了酸的东西,吃了咸的食物 或者进入一个户外空气的环境之下 咳嗽到乳房都会痛,尤其左边乳房 咳嗽到左边乳房都会痛 考虑咳嗽到左边乳房都会痛 不睡得低,一睡低就会咳嗽到死 又不可以出街,出街又咳嗽到死 遇到这个情况之下,可以考虑空念 还有一个症状,咳嗽到前面的胸骨很痛 这种痛直至蔓延到背脊 遇到这种咳嗽,咳嗽到前面胸骨都痛 痛得是穿过脚心,进入背脊 这种也就是空念的咳嗽 C-O-N-I-U-M,空念 C-O-N-I-U-M 全字是Coneum maculata 就这样叫空念就可以了 空念,叫做毒心 好了,下一个 Cuprum,Cuprum,Cuprum,Cupra Cupra是同,拉丁文Cuprum,C-U-P-R-U-M Cupra,即是Cupra-Metalicum 即是Cupra的意思 是同的意思 Cupra的重心症状 它会咳嗽到是直接吸不到气的 直接吸不到气的 好像很窄色那种很严厉的咳嗽 还有咳嗽呢 Cupra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有一个症状就是 他的手指就会软起来 有时遇到一些所谓的发羊吊 如果病者的手指是软起来的 拳起来的拳头 这种症状的特征 是Cupra的特征 即是咳嗽的时候 是的,咳嗽的时候 或者发羊吊 什么问题都好 你会看到病人 有这种很特别的症状 即是手指和脚趾 不是整个手臂都软起来 而是手指软起来 抓住它 这种是Cupra 这是同的症状 这种咳嗽呢 咳嗽到气都没有了 吸收了 而且喝凍水会舒服些 喝凍水会舒服些 通常都是 你会看到这个症状 咳嗽得很厉害 吸不到气的 差不多是窄色的 喝冰水会舒服的 还有手指 你会看到这个症状 手指软起来 手指卷起来 这种是Cupra 这是同的症状 接着是Drosella Drosella Drosella 可以说是百日咳嗽的主要疗剂 基本上如果你发现 现在的百日咳嗽 开始好像回来了 虽然打了这么久的症 我都经常跟大家说 其实这些症状有周期性 不是因为症状没有了 现在打了这么多症之后 其实有很多地方 百日咳嗽慢慢回来 其实柏日咳嗽没有什么很害怕 Drosella D-R-O-S-E-R-A Drosella 是一种植物 应该是一种吃昆虫的食物 这种叫无尖苔 这种植物 D-R-O-S-E-R-A 这种咳嗽 你知道百日咳嗽 如果听过一定难忘的 通常是一种爆炸性 很大声 很深 很烈的 很烈的咳嗽 又深又盛 这种咳嗽有个症状 喝的东西就差 然后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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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amara D-U-L-C-A-M-A-R-A Docamara是我香港经常用的疗剂 为什么呢? Docamara适用的环境是通常 当天气变干变湿 香港通常是很潮湿的 所以在我的过去经验里面 经常都会用到疗剂 每栋天气一变冷一变湿 肢气管就会出现 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之下 你也可以考虑Docamara Docamara的人就像是硬型的人 肥肥白白 硬型的人一转濕 硬型的人转动就不可以 但转濕也会有影响 Docamara是我在香港经常用的疗剂 好,接着就是UPATORIUM UPATORIUM PERFOLIATUM 拉丁文UPATORIUM E-U-P-A-T-O-R-I-U-M E-U-P-A-T-O-R-I-U-M PERFOLIATUM P-E-R-F-O-L-I-A-T-U-M UPATORIUM PERFOLIATUM CUT通常是很特别的症状 任何UPATORIUM的症状 很多时候有烧和周身痛 痛到像骨力裂 亦叫做BREAK BONE FEVER 即是发烧到骨头裂的痛症 当然如果感冒 如果感冒 如果感冒 骨头像裂的症状 不用想起来 U-P-A-T-O-R-I-U-P-A-T-O-R-I-U-M 如果感冒 可能会发烧 可能会感冒 感冒 总之骨头像裂的症状 便会想到U-P-A-T-O-R-I-U-P-A-T-O-R-I-U-M 按摩的方法 用两种油 橄榄油 和椰子油 可以来到六创二的健康店 我们都有发售 这集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 我们自然疗法与你再见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广场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K